各位各位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歐洲民歌陶宏先生 來到我們好歌王的現場 我跟陶先生認識已經二十幾年了 在這個中間我們也曾合作出版2012年 天際至尊二 然後也走遍了歐洲各大民社去採訪 因為這一個機嫌 所以我跟陶先生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一起 所以我也非常地了解他 那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請陶先生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我想陶先生我們很多年來見 那這次來台灣不曉得有什麼新的計畫 或者你可不可以跟歌友談論一下 看你的情況是怎樣 好 各位歌友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陶 我是跟王哥其實是真的已經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我以前1997年辦的營養是算第一場國際拍賣會 那時候也是親楊哥 楊中的先生幫忙合作 排賣 後來我們也辦了大概 在台灣大概辦了二三十多場的拍賣會 後來又陸陸續續在台北海拔王 還要到南部到高雄 連到伊朗都有辦 那時候就是非常感謝王哥的支持 那時候你還當市長 最大台灣雜誌的市長 對 所以我是那段時間都是很專心做賽格的 但是後來我在大概2003年 我回德國 然後我後來又去美國回去度數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很多人說 怎麼陶先生一下子不見 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因 家庭的原因 我那時候想一番變 在那個台灣的歌界 我得到了很多好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到目前的位置都沒有忘掉他們 而且都陸陸續續 我們一直在聯絡 可是那時候我想為了自己多學一些 而且那時候我的真正的興趣 可能很多歌也不知道的時候 音樂 所以因為我媽媽是一個音樂家 所以我後來想我要自己卸歌做歌 所以我後來會去美國讀書 那時候經濟比較穩定 所以我那時候想把那個時間 我都沒有配老婆 我都沒有配小孩 給他們回饋一下補助 所以我那時候親我老婆當家庭主婦 親我女兒在我的身邊 在美國也順便讀書 然後我也去讀書 所以我那時候去兩年美國 學那個音樂制作 也是等於是跟一般的學生 也是後來是音樂制作畢業 也做了自己的幾個技術歌 自己唱的 自己寫的 自己弄的 然後有一個成就感出來 後來我就回來的時候 我想 賽哥是我的興趣 那是永遠我不想放 因為得到的朋友 不管在台灣 在歐洲 在中國大陸 就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後來是因為我爸是醫生 我爸是對天然醫學非常有興趣 他其實是一輩子做天然醫學 我就跟著我爸的一些理論 一些想法 我想完整我爸爸的一些夢 做一些產品出來 不會有負責用 不會害人的天然的產品 所以我們那時候花了也是大概四年 就一次研發兩個產品 一個叫Day and Night 我沒有帶來 所以我也不再宣傳不再廣告他 就是讓你們了解我是做什麼 其實這些產品也快 因而快到台灣快完整 所以我花了這方面 也學了這方面蠻多的 因為做健康飾品 做那個補健品 而且完全天然的也是一個藝術 所以這個並不是每一個廠商 都有辦法做 所以那時候花了其實真的很多時間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一個新手 我不是這行出來的 跟以前鴿子一樣 很多人那時候在笑 他們說這個 在介紹鴿子到台灣 你自己有沒有在養 我那時候真的我也不太會養 我不太會養鴿子 因為我全家沒有人在養 可是我都陸陸續續學 因為我那時候很願意請老師 陪我來台灣 所以你也知道我帶了多少瘦醫生 老師 長距離的專家 總距離的專家 全人的專家 那哥爾大概這一段時間 陶先生這一段時間的這個 他的目前在推展的這個健康食品 還有鴿子 他現在是意思是兩個 現在在台灣都有在推展這個業務 是這個意思嗎 是是是 所以我其實我一直沒有放棄鴿子 還陸陸續續做 其實那段時間都是老客戶 是 我也從來不去廣告 我也沒有選擇 我就說老客戶來了 我很多好老客戶 飛得很好 我說好你們的生意我可以做 我忙得過來 其他我不要接受新的 但是因為最近大陸 找我幾個人 以前你也知道我在台灣 PT電視台出資的四年的節目 後來有找我回來 說能不能幫忙跟大陸合作 所以最近我是跑大陸比較多 可是也沒有忘了我的台灣的好朋友 我們討厭這樣的一個說明 我們就了解 這個也是很巧合 寫歌也是歌嘛 歌子 賽歌也是歌 這應該也是一個巧合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先休息一下 謝謝各位